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谈天收益要来谈一个一经前卦的总结 这是谈天收益第190单元 所以我们今天题目是一经前卦的总结还有应用 一经前卦的总结还有应用 我们讲了很久的时间 讲前卦的一些各个谣词 以及各个卦词 还有他的大象传的说法 那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经前卦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所得 也就是一经前卦的总结 我们先来看这张图 这个总结我们准备分成四段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段要来跟大家分享 前卦六窑的象跟理 它的一个简浅的一个解释 那第二段要来跟大家分享 一经前卦内三窑对亲子教育的启示 第三段要来跟大家分享 一经前卦外卦的三窑对亲子关系的启示 那最后一段要来跟大家分享 一经前卦六窑对人生故事的启示 我们先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总结 一经的前相 前卦的相 其实它的卦意 就是所谓的元亨利争 这四个字我们在红色这里面把它标示出来 那另外 它的卦理叫做天行鉴 君子以至强不息 那它的发展 我们总结了 叫做进取与创生 也就是说前卦是关于进取与创生的一种卦象 它整体的运势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集 那在六窑当中 我们可以从初九可以这里开始看 初九它的挂词叫做谣词叫浅荣雾用 那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从初九到上九 它代表一个人生的六个不同阶段 也代表事物发展的六种不同阶段 所以我们用取一个比较中性的名词 我们可以看到 在初九它是属于酝酿 或者是属于筹备的阶段 而在九二它是属于起步 或者是创业的一个初期 就人生来讲 它可能是指就学的这个部分 那九三它基本上来讲 它的挂词叫做中日前前 它代表一个误入正轨的一种状态 那九四货药在冤 它代表一种竞争激烈的状态 那九五它代表飞龙在天 它代表一种领先群伦的状态 那上九抗乳无悔它代表即胜而衰的状态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六窑把它分成六个阶段来看 初九的浅荣物用它就是属于一种酝酿 或者是筹备的阶段 它代表的是探索旗 然后它的运势是偏向旗的这种运势 而九二它建农在田 它的挂理是代表起步 或者是创业的初期 它是一种遵循旗 也是遵循所建立的规则 正要起步的这种旗段 所以初九的建农在田 它在运势上面偏向于急 那九三中日前前 它是代表一种步入正轨的管理期 它代表平但是偏急 那九四货药在燕 它代表一种竞争激烈的状态 也是可能这个人生或者是事业 正处于转型期 它代表平但是偏凶的这种状态 那九五它的谣词叫飞龙在天 它代表领先群伦 或者是代表成熟期的状态 这个运势是急 这个九五的这个也是 前过来九五也是一经384谣当中 被认为最为吉祥的一个谣词 那上九抗龙游毁 它代表急胜而衰 也就是事业的永续期 它是平偏凶 我们通常我们在疫经的这个用法当中 我们有很多种用法 例如说在这里中批跟他举出来 在爱情在事业在亲子在诉讼在求职 在考试在人生目标追求 当然不止这些 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来做一些不同的分类 每一个部分如果补到钱挂 我们都会有一个大概的建议的一个状况 那么如果是我们补爱情 补到钱挂代表什么呢 代表一个相爱容易相处难的一种状况 事业如果补到钱挂 它代表步步为营 切记得意忘形 如果他补到亲子 如果用亲子去补到钱挂 它代表少说话 多鼓励 该放锁 就放锁的状况 如果是用来作为诉讼 诉讼补挂 补到钱挂 它代表保持清醒 而且不宜妄自尊大 保持清醒 不宜妄自尊大 如果他代表求职的时候 就特别是代表以礼待人 特别要注意人际关系 如果他代表考试 如果我们的孩子去考试 补到钱挂 他代表尽得修业 金榜提名 学业有成 但是却记目中无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他我们常常讲说补挂 当然他有功用 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太玄经 太玄经能不能补 我们不知道 至少到目前看到 是很少人 或者是没有人 用太玄经来进行补挂 疫经能不能补挂 疫经很多功能都在补挂 也有人认为疫经是会补挂存在 其实并不尽然如此 但是因为大家都喜欢 对自己未来的事情 进行预测进行占补 所以中批就多了这个章节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补挂 补到钱挂怎么办 如果是我们补爱情 补事业 补亲子 补输送 补求职 补考试 或者是补人生 它代表什么意义 所以中批就用这个表来代表 如果你补到钱挂 它的意思多半是这个意思 当然很多疫经学者会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很多命相师 算命师会有不同说法 这是一家之源 听听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头有两个部分 我们用紫色把它框起来 一个是亲子关系 一个是人生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举这样的一个亲子跟人生的关系 来说明这个钱挂到底怎么用 我们在过去的在一间钱挂当中 我们其实谈了非常多 例如说我们在大灾前年 大灾前年 这是钱挂的挂词 大灾前年它代表是什么 代表想要积极面对人生的朋友 如果我们想要积极面对人生 我们想要对人生有更大的期望 那不用补挂 你看一下大灾前年 它所代表的意思 因为它在讲如何真正才能拥有龙马精神 要怎么样做才能拥有真正的龙马精神 一经前挂它有所谓的士德 士德里头包括元亨利争 元亨利争就代表人生正向循环的元密码 例如说元它代表开始亨它代表发展力 它代表获利争它代表守正 也就是人生正向的密码 而一经的段词当中 钱挂对于段词的解释 钱挂对于段词 段词对于钱挂挂词的一个诠释 这是想要了解天人合一思想 读读这一段确实会有帮助 那大象传对钱挂挂词的解释 我们曾经谈到这个部分 那我们也谈到钱挂六瑶说了些什么 我们也谈到文联对钱荣误用的诠释 那我们也谈到文联对建荣在田的诠释 例如说我们讲说文联对建荣在田的诠释 通常是讲说小学 小学到出世这一段 这个阶段的朋友特别适合这个阶段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孩子正在读书 正在幼稚园或者正在小学 或者正在中学或者正在大学 读一读这个文联的建荣在田的诠释 可能会很有帮助 那文联对替荣全权的诠释 对替荣全权对于出自社会 出自踏入社会 或者是刚刚被调理主管刚位的朋友 这个挂词也是非常有帮助 或者是说事业刚刚起步 但是却摔了一跤的朋友 你可以读一读文联对替荣全权的诠释 文联对替荣在田的诠释 就是对替荣之龙 替荣之龙就是九世 所谓替荣之龙 就是替荣之龙 是准备接班的获选人 或者是说担任半军如半府的高级幕僚 读读这个谣词也是非常有帮助 我们知道在疫经当中 例如说我们在170代年里面 我们谈到大灾前年 前挂代表的意义 在171代年我们谈到 疫经四德的元亨利争 也是人生正向的循环 173集当中 我们谈到 担词对于全挂元亨利争的诠释 这对于想要理解天人合余 以及天人关系的朋友 可以读一读 担词对于前挂元亨利争的诠释 有人认为这一段话 是古人对于天地人动态平衡发展的一种观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元我们讲大灾全年万无之死 亨例如说我们讲 云形与之 品味流行 利争 利争争 这个比较特别 有人是把利争两个当作一回事 有人认为利是一回事 争是一回事 但是两种情形都是有可能 例如说我们把利争当作一回事 我们就讲说 宝和大和万国选宁 这是易经的一个团词 是这样说的 那另外在172集当中 我们谈到前挂的六窑 究竟是说了什么 在这里面 我们中批曾经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想要自己知道 自己的人生 正在哪一个阶段的朋友 你可以听听看这个单元 就是谈天说 170号当年 前挂的六窑 究竟说了些什么东西 它代表人生的不同阶段 在不同阶段当中 你究竟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或者是究竟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来面对你的人生 在175跟176当年当中 我们在谈了 这个前挂的人生故事 包括创生跟进取 我们谈到易经跟前挂 龙的形象 六窑前挂的前龙污用 究竟是怎么污用 我们谈到六窑前挂的建龙在田 究竟怎么叫建龙 或者是怎么叫献龙 为什么是在田 那另外我们谈到中日前前 谈到祸药在渊 谈到飞龙在田 谈到抗龙有毁 都是在175跟176当年当中 我们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诠释 那另外179当年之后 我们开始谈文年 因为文年非常特别 文年它只权势前挂跟空挂 而权势前挂的非常多 它的片率非常多 大概将近三分之二 而权势空挂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在前挂 文年对于潜龙勿用的权势 还有文年对于建龙在田的权势 还有文年对于替龙前前的权势 我们都曾经做了一些分析 一些探讨 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替龙前前我们刚提到 对于刚刚被调离主管 好像被冰冻的朋友 你可以读一读替龙前前究竟怎么说 人生难免有过失 人生难免有失败 我们怎么样去善于补过 那怎么样补过才能无救 那补过有哪些内在的修为 补过有哪些外在的修为 都在这个替龙前前当中 都会有一些令人觉得非常贴心的这种诠释 那如果我们对于主管高阶幕僚 旁边的高阶幕僚 例如说你是别人的基要秘书 或者是你是别人的负责行程的 这些比较贴心的这些高级幕僚 或者是基要幕僚 我们常常讲说尽得修业 常常讲说半君如半府 这时候你就可以读一读 文言对替龙前前的权势 在替龙前前的权势 他就在讲就是善意补过 才能无救 尽得修业 虽也为无救 因死而替虽为无救 所以他讲了一些非常有用的一些概念 那对于这个耀冤之龙 九世耀冤之龙 耀冤之龙的时候也是一样 面对人生可能的陷阱还有危机 要怎么样三思 要怎么样谨慎 究竟是三思还是在世 那就看你的个性 如果你的个性是温温吞吞的 那我们建议三思 如果建议二思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个性非常积极奋起 非常急躁 我们建议你三思 所以我们谈到究竟二思或是三思 孔子曾经对这个问题也曾经诠释过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文联对耀冤之龙的诠释 它其实就是代表你要谨慎 但是要谨慎 它有两种状况 一种状况是对于非常急躁的人 他认识 孔子就跟你讲 应该失之再三 对于能慢慢温温吞吞的人 很容易后退的人 他建议你再失即可 不管是三思还是再失 当你决定了二思 决定了三思 基本上就可以无救 就可以平安度过这一段 非常尴尬的一个岁月 或者非常尴尬的时期 那九五里头讲飞龙在天 飞龙在天是对于那些准备 担任高管的朋友 或者是你已经担任高管的朋友 你应该怎么样珍惜这个高光时刻 你应该怎么珍惜这个实现梦想 还有实现才华的机会 人生都有梦想 但是这个梦想 常常在我们担任高管的时候 常常忘记 所以文联对于飞龙在天 他所诠释的意义就是要怎么样珍惜 实现梦想 实现才华的机会 而在这个实现梦想 实现才华的机会 文联是这么讲 他告诉你 应该要同生相应 同气相求 龙虎风云 要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 一起来创造事业 所以在前卦当中 95有利剑大人 92也有利剑大人 我们特别跟各位分享 这两个利剑大人的情况不大一样 92的利剑大人 比较像是找名师 可以找指导你的这样的一个老师 95的利剑大人 是找到一个可以共同打拼的伙伴 他的意思大概有一点点区别 另外在186大年里面 我们谈到文联对于抗农游回的诠释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担任总经理 担任董事长已经很久了 已经很久了 这时候你就要注意到抗农游回 也就是居高位的人要懂得如何缩练锋芒 所以所谓贵而无畏 高而无明 动而游回 我们也谈到古代的玉学家 对抗农游回应该怎么样来做诠释 而且应该如何避开抗农游回的陷阱 文联对于前卦 前卦当中比较特别 还有一个用久 当然用久这个解释 并不完全针对前卦 而是所有的卦都可以用久 这样的颜值 那用久里面最重要就是想要在一经当中 学到人生智慧的朋友 如果我们能够如何灵活应用六遥的智慧 让我们人生更加大吉大利 这也是文联对前卦的一个解释 所以大概我们从这个一百七十单元开始 一直到一百八十九单元 甚至今天的一百九十单元 这可以说我们花了非常多时间来讲这个前卦 来讲这个前卦 而这个前卦当中究竟怎么用 所以这个是一个总体的一个表 提供给各位朋友参考 那我们这个紫色的这个部分 我们下一段再来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应用 就是在亲子关系的应用 以及在人生关系的应用 亲子关系的应用 我们提到一个可以建议给各位 作为人家爸爸妈妈 或者作为人家长辈 在我们的少说话多鼓励 该放手就放手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前卦 这个《易经》是两三千年的东西 他所代表意义 听起来好像是现代人在讲话 所以我们可以少说话多鼓励 该放手就放手 对人生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诠释 中批的总结是 目标勇敢求 你有个目标你要勇敢去追求 但是切记及求成 没有一步登天 前卦既然叫天行见 天行见就不可能一步登天 为什么 因为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 从西方落下 没有一天迟到 没有一天早退 这个显然不是急以求成 这显然是一步一脚印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 《易经》前卦的总结应用 在这里面我们有个简单的表 简单的表 来跟大家分享 前卦六摇 他的相 还有他的理 究竟是什么 意思究竟用现代的语言 我们应该怎么样简单的来加以分析 所以今天我们就第一段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易经》前卦的总结应用 四段当中的第一段 《易经》前卦总结跟 《易经》前卦六摇的相应理 我们就分享到这个地方 告课端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段要来跟大家分享 《易经》前卦 在亲子关系 究竟怎么来用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卦总结合